那真的时间匆匆而过 不知不觉一年又到头了 我个人感觉的话真的是忙忙碌碌 但又没有挣到什么钱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那202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早点过去的话也是好事 我现在在南宁的市中心 没想大的话现在南宁啊 这个人系真的非常的火爆 还玩人海 要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人啊 今天晚上啊 难道大家都没有回老家过年吗 不懂了 反正的话现在南宁周边的农村啊 也会上到南宁够这个年货 还有广西各地的朋友啊 应该这个时候趁着这个春节的假期 都会上来南宁的 毕竟南宁是省会省事 而且现在南宁是大省事了 也是一个网红的省事啊 那在广西呢 许多人对南宁的发展不是很满意 但是南宁这种持续不断的进步 奋勇上限的进步呢 现在很多人刮目相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五湖四海的话相聚在这个青山脚下雍央边啊 一起学习一起工作 虽然普遍的收入的话比不上这个广东等沿海的地区 但是大家还是挺开心自在的 有时候不一定挣得多才会开心啊 富有富的开心 熊也有熊的开心啊 南宁现在真的是一个充满新生活力的一个城市啊 在网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我虽然现在经济整体的话在全国还不要靠后 站立后肯定有机会 我应该大发展有这个条件了 我那本期视频的话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观看再见了 拜拜